來到10月,遊戲界又剩下了一點 不知道大家上個月買下的遊戲玩完了嗎? 還沒的話就可以留在今個月慢慢玩 因為今個月比較多是小品和重製遊戲 又儘管看看10月份的中文遊戲巡禮 有沒有什麼中文化的遊戲適合你玩呢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背景的追擊精英3 終於移植到Switch上 那就連出街也可以玩Cyber 說起追擊之神,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他最有名的一定是X光的透視畫面 即是當敵人被你射中後,會即時變成慢動作 再將死法在你面前毫無保留重現 加上X光的透視,爆乾爆頭射斷骨這些傷害會被你看完 而且擊中一些非常寶貴還會有額外加分 就好像打爆對方彈彈,由菊花射進身體等等 總之你想到有多奇怪的死法在遊戲中都可以呈現 留意的是這款遊戲本來是2014年的作品 雖然當年是美爆鏡之作,但就這樣搬過來當然不行 所以到了Switch的版本,畫面一樣會有提升 最重要的是包含它之前4個DLC,加上1機4打或是Online 8打的功能 合作又可以,對戰亦可以 還特別加入了捕手制的優化 亦有針對Switch的體感作出支援 完全是一種針對Switch主機特色而做的移植作品 這些就是誠意 三維一體系列,又有人叫列摩斯 最新的作品終於要在10月和大家見面了 一直以高難度的BOSS和謎題而聞名的三維一體 終於來到第四集了 當然這些賣點當然會保留 而系統上亦有改良 畫面由之前的3D變成今集的2.5D 不過有人給了我便說裡面的謎題並不是2.5D 即是怎樣呢?它有沒有跟我的劇透太多? 不如你們玩完之後再告訴我吧 另外,今集也是第一次加入本機或線上的4位玩家合作模式 即是說又說,又好像不是很多RPG遊戲可以做到4個玩家合作 所以如果你想找回RPG 而又和朋友一起冒險一下 那就不用考慮了 這個應該幫到你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玩過之前的作品 同步還會有一個三維一體 終極合緝 這個合緝包含由第一集到第四集的遊戲 還送了Soundtrack、4本數碼的Artbook 4張實體地圖等等的收藏品 一次過玩得很低 復活同盟這隻RPG遊戲 是在2017年在NVDS上登錄的作品 和現在不少RPG遊戲相同的 戰鬥都是以回合制加上指令去進行 並不是那些新式的即時戰鬥 今次就說明是HD Remaster 所以畫質及人設方面便有提升 高清化後今次PS4和Switch上推出 比起NVDS的畫面當然是大漲步很多 而今次的高清版還會加入中文字幕 可能你會問 之前NVDS版本即是有兩個畫面 所以今次的移習作品的介面也有收拾過 不過我經常都說 RPG遊戲最重要是畫風大家自己喜歡 所以上網找到影片自己看一看吧 遊戲是講述一個心底善良 但有些伴逆的少女阿奇娜 她本來和爸爸在鄉下相依為命 誰知有一天她家被人破壞了 在她身體內一直潛藏著的力量 瞬間爆發出來 而亦因為這樣 她的命運便出現了重大的改變 如果大家有玩過一隻叫女神戰技的作品 你就會覺得形影不離很相似 的確大家都是以差不多的橫向動作RPG模式進行 但畫面上形影不離就華麗很多 而且遊戲中有一個化身系統 你可以找到擁有不同特性和性格的武器化身和你一起冒險 而每個化身都有她自己的故事 當然每個故事都會僅僅相購 值得一提的 在這個作品的所有音樂 都是由日本的著名音樂製作人 篤田玉雪一手包辦 夠了高質 你看到這些熱血的玩偶 真的不用介紹了吧 今次的熱血街頭大亂鬥進行曲 March 其實是2016年推出的街頭大亂鬥進行曲 大擊戰SP的加強版 有什麼新元素就包括了這個角色增加到180個 組成的隊伍超過30隻 而所有人加起來的必殺技總數加到250種 要練完就慢慢玩 不過這些是派對遊戲 最好是一班朋友一起玩 最多是四個人同時進行遊戲 我個人建議你買Switch版 因為這些遊戲真的方便是最重要的 不要考慮了 買一隻康門口吧 這個我想真的是大消息了 就是《絕體絕命都市》這個系列 竟然是有中文化了 經常都說 其實以劇情為賣點的遊戲 有中文化有對白體其實是很重要的 每次都看漢字來猜 其實是搞不定的 小小說一下《絕體絕命都市》是說什麼 其實就是在日本發生了一些地震或天然災害之旅 然後你作為玩家就要生存求生 如果以第四集來說 其實是很多波折才能面世 由原定的PS3 一直搞到PS4時代才能出現 為什麼推遲這麼久呢? 據聞是因為這遊戲每次推出的時候 在日本那邊都會有一些天然災害發生 總之很邪 所以廠商不停押後它的發售日期 而遊戲中其實有很多與求生有關的資訊 今集還有與神戶的消防局及作 務求將最新的最真實的求生資訊融入在遊戲中 真的蠻有興趣的 雖然說香港發生地震的機率很微 但認識多些沒有壞的 你猜你不去日本玩嗎? 先學好,無論如何都沒有死 《落爛航船 咀咒之島的探險者》 是一隻由三間獨立遊戲開發商聯合一起開發的RPG作品 如果你有玩過《牧場物語》、《星夢谷》 又或者《波西亞時光》這類人氣作品的話 你一定會在這遊戲中找到相同的感覺 簡單來說,就是策略育成 然後填棄地 然後製作裝備去冒險戰鬥 再參與市場買賣等等 畫風偏向可愛可愛風格 二入口 這次的故事大約是你一個船難的幸存者 之後你就去到這個詛咒之島上的所有探險經歷 如果喜歡玩艱夏田和冒險遊戲 這隻就不妨留意一下 《有閃丁》這個名字 不知道會不會令你想起台北市的著名熱點西門丁 沒錯,這遊戲是以西門丁作為故事舞台 為何會用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遊戲的廠商是一間台灣的遊戲開發商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全世界都熟悉的台北景點來做故事的重心 有閃丁的美術風格 就有非常濃厚的日晚風 再加上很重的動作遊戲元素 還有少許變身的能力 如果喜歡同類型作品的話,就不要錯過這隻 當然台灣朋友做的,又怎會沒有中文呢? 《GIGA RECORD ART》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讀錯名字 不過我覺得這遊戲跟名字一樣有深度 不要看它好像2D動作遊戲一樣簡單單 先說一下它的公司背景 這遊戲其實是出自Game Freak這間公司 就這樣說你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告訴你它是Pokémon那間那間就OK了吧 所以遊戲除了大家表面看到的挑來挑虛 找些廢鐵組成一個大大的廢鐵球過關之外 本身如何組合和組成都有它的想法在裡面 而遊戲還有一些RPG元素 就是主角有技能樹去提升 令我的遊戲更加耐心玩 當然重點就是每一關都有很多解謎要素 所以如果你要玩的話,就麻煩記得帶路一起玩 如果你解謎真的比較弱一點,那就不用怕 遊戲本身是一個提示系統 它會給你一些牽絲 如果你最後真的解不到的話,就上網找攻略吧 如果單單看遊戲名建築也有感情 好像不太知道它想玩些什麼 其實就不用想太複雜 簡單來說就是一隻集合著RPG和城市管理於一生的策略遊戲 還不明白嗎? 即是你要在遊戲中建樓,像玩模擬大廈、模擬建築之類 但房子本身會有感情,會有脾氣 你要想辦法像安撫人一樣安撫它 例如要保養、發展技術去追回它們的能力之餘 亦要不斷地令城市繁榮 所以它並不是一隻普普通通的城市建築遊戲 但又不會像SimCity一類那麼複雜 滿足你想做市長的慾望之餘 又有簡單的RPG故事元素給你 這類輕鬆小笨不是很常見 所以如果有玩開或有興趣的朋友就不要錯過了 是時候介紹紳士遊戲給一班紳士 槍彈突擊小妖精 這個名字聽過沒有? 不要緊的 根根辟蝕會不會回憶你的記憶呢? 它其實就是2017年4月在PS Twitter 獨家登場的作品 當時還只有日文 今次移植到Switch 不但保留原作的設定 最重要當然是加上中文字幕 很重要的 你起碼知道女兒想說什麼 而遊戲的故事是玩什麼呢? 其實就是用兩個濃縮化的外星人女主角 去到不同的少女房間進行搜查 目的就是找到解決她們無聲危機的物件 進入女兒房 又要在裡面四圍地找東西 而且微小化了 很自然就要常常向上望 女兒在自己房間自然會放鬆一點 穿衣服又會鬆一點 裙子當然有這麼短 對,你明白吧 而遊戲的重點就是它是一隻射擊遊戲 例如有時候可以在浴室裡 幫女兒在洗澡的時候射走她的泡泡 嗯,只是幫忙而已 今個月的遊戲介紹得七七八八 不知道要你打算玩什麼遊戲 我自己最喜歡建築也有感情這遊戲 今個月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LIKE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個月再見 給我這樣看